全副武裝如臨大敵 他是防疫旅館專責人員 紙外線燈 整理房間的時候 先放進去 讓它靜置個一個小時左右 與一般飯店清潔不同 消毒細節規格更升級 防疫旅館比較注重 客人比較常使用的地方 飛沫還什麼的 可能會留在上面 一畢業就選擇發揮所長 加入飯店業 卻正巧碰上疫情 不因害怕而退縮 卢欣宏選擇留下為防疫奮鬥 一開始一定會擔心 因為遇到一個你不知道的東西 就會恐懼緊張吧 幫前線的醫護分擔 一方面也是 讓自己增加一些經驗 台南防疫旅館 總房量約1200間 入住率約三成 專員們一身嚴密防護衣 汗水湿透 淚而不疲 穿著防護衣 裡面又悶又熱 你又不能用手去擦汗 忍耐到你工作結束之後 脱掉這身衣服 才可以去洗澡 看到客人住完14天 安全地離開飯店 心中就會覺得說 客人已經安全地可以回家了 這是我們會為客人 感到開心的地方 防疫旅館儲備能量 讓市民安心 守住疫情 第一線兼兵 缺你不可 大新聞 維宣王昭中 台南報導